善念的核心 是孝敬 所以 孝 如是道都把它摆在第一位 佛经 敬业三福也把它摆在第一句 孝养 奉仕四场 慈仙 不杀 修是善业 卖山 小危险 这个孝道 不能不知道 人能够孝顺父母 不但不敢做卧室 连卧的念头都不敢起 为什么呢 怕对不起父母 这个有所力量多大 孝心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梗 尊死 中道 是中国文化的本 大梗 大梗 延伸出来 就是无能 无常 思维 八得 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 工作 待人 就 这四颗 在中国文化的大根 大本 把它总结起来 实际上 只有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 第一个是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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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心 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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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用老师做代表 尊师中道 忠心 忠 我们人家良心 心要放在当中 不能偏 不能邪 偏就错误了 邪就错误了 瞎吐是信 有信用 因而有信 不能欺骗人 不能忘语 不能念识 小题中心 离义廉耻 仁爱好平 就这十二个字 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跟十二个字相应 这是中国人 标准的中国人 就这十二个字 有信用 我说你对 都跟十二个字 都看不见 一项 就是我